当神按照自己的形象 按照自己的样式去造亚当的时候 照理说万物看见亚当的时候会怎么样 信耶稣不是苦哈哈的事 你知道信耶稣应该是 我们里面应该要被恢复到 原本神创造我们的样式 Amen, thank you I love the young people 因为从小就是young people 到现在还是young people 然后我的心还是在minister to young people 我们第一堂信息的时候讲到神的居所 我们讲到神其实是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神创造了人 然后神其实在地上 他愿意寻的一个居所 虽然人类犯罪之后 但是我第一堂的时候特别讲到 人类受造的非常奇妙的一个 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 我们的身体好像是连结天与地 要让全地恢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荣耀的一个主体 所以呢 但是神巴不得要回来与人同住 所以神有救恩计划 那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第二堂的时候我们讲到说 神如果要回来 耶稣基督要再来 OK 就是说神的全 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讲到说 神的国降临嘛 所以如果神要回来 现在回不回得来 回不来 因为地上有太多的问题 太多的罪恶 所以我们今天第二堂的时候就讲到说 其实神在呼召一群很重要的一群 我相信是在末后世代非常重要 并且是你可以说是少数的关键 我觉得不一定是每一个基督徒 但是我当然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信息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神在呼召带导者 神在呼召恢复祭司的国度 我们不断地讲说整个以色列被呼召 其实以色列是被拣选的百姓 以色列被呼召是一个祭祀的国度 OK 所以我们在讲说整个带导者的观念 我希望你能够改 就是对带导者的观念 你能够提升一层的一个understanding 提升一层的那个了解 其实不是只是好像没事干的 阿公阿嬷 早上到教会去 在那里祷告 在那里为教会的一二三四五祷告 It's more than that 神其实使用带导者 带导者的核心 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 是要把这个断绝的鸿沟怎么样 再一次close起来 再一次连结起来 所以而且带导者要成为 神要恢复在全地上的工作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你可以说是连结体 OK 所以带导不只是 不是只是我们好像很 英文讲说很clish的 就是那里祷告祷告 很无聊的一件事情 带导其实是要翻天覆地的 你知道吗 真正的带导者 进入到一个祷告的时候 我相信带导能够翻天覆地的 真正的祷告能够 突破天上 突破在天上所有的这些捆绑 你知道二层天的这些捆绑等等的 你知道真正将这些 突破发生的时候 天上的突破发生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见地上真正经历复兴 我也相信这是神在 末后世代所要做的事情 那今天呢 我感觉还有 接下来一个很重要 慢慢在转弯了 OK 但是还没有急转弯 OK 我觉得还要再挖深一点进去 认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OK 从认识这件事情来体会到神的心 所以我把这一堂的信息叫做启示性的敬拜 这一堂课程很有意思 这个message我是在预备iHub有一堂课 很多很多的信息 然后我去把它总结整理出来的 那有一堂课这个课叫做247 Theology Theology of 247 Worship 就是247的敬拜神学 然后我就觉得哇 我去读这些信息的时候 我觉得很fascinated 很多很多的东西 对我来说完全是打破观念的 我觉得我已经 我以为我自己懂得够多了 可是当我进去去读这些信息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东西打破我观念的 你知道我先来问几个问题 OK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你在教会 带敬拜 敬拜主礼 有没有 大部分都是带倒者吗 带倒者举手 敬拜主礼举手 也有一些 OK 好 你知道我以前在教会的时候 在年轻一点的时候 就是在教会带敬拜 那带敬拜的时候呢 我们也很有心的 就被prophesy 好像被我们的敬拜团 就被说预言 说你们要看到这个 复兴啊 然后你们会怎么样 带下什么敬拜 就很酷啊 就觉得哇 马上要发生了 那你知道 我觉得带敬拜的人呢 很多时候 我觉得好像 我们一直在 带敬拜的人 好像最 好像最高升的这个 我觉得感觉 好像最高超的敬拜 就是怎么样 你敬拜到 进入到圣灵的水流 同意吧 OK 就是要进入到 圣灵的水流里面去 然后在神的荣耀 你要最好那个敬拜 能够让整个神的灵 降临下来 然后你这个宝座前的敬拜 等等等等 所以你知道 我问你一件事 我问你一个观念啊 当我在研读这个事情 我有两个 我在问神 关乎敬拜的时候啊 这个是神给我的 一个启示 你知道 我就问神说 敬拜到底 就是一些观念上的问题 我问你第一个问题 OK 神给我两个启示 我跟你们分享 你知道 第一件事情就是 敬拜 如果有方向的话 你觉得敬拜是 由下往上 敬拜神 还是由上往下 由下往上的举手 由上往下的举手 诶 再一次下往上的举手 好像多一点点 OK 你知道 然后我要问你的第一个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答案是什么 那你第二个问题就是呢 我应该是说第二个启示 我在问神说 关乎敬拜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我希望不会冒犯你 但是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为什么 神开始启示我 关乎敬拜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讲 前面之前三节 一直在讲 关乎以色列 他们是 祭司的国度 对不对 祭司的国度 并且我们也知道说 在末后世代 神要从刚刚的 敬拜里面讲到说 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处 神要在外邦里面怎么样 兴起敬拜 我们今天也看到这些数据 所以你知道 如果是要 所以敬拜 在末后世代很重要 恢复敬拜 恢复内地的敬拜 就是等于让神的同在 能够降临在内地 神才能够在内地 成为祂的安息之所 所以这整个关联起来的时候 我刚刚讲说 第一个敬拜 神启示就是 关乎角度的人 下往上来上往下 第二个呢 神启示说 敬拜 你知道敬拜像什么吗 你知道什么叫乐高 我希望不会冒犯你 神竟然跟我说 你知道你敬拜啊 好像小朋友在玩乐高 And I will tell you why OK 我先问你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OK 第一次记载到正式的敬拜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卫的敬拜 还有没有更久以前 圣经里面有记载 正式的敬拜的仪式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或者是说敬拜 或者是说献祭的仪式 从什么时候开始 亚伯拉罕吗 亚伯拉罕是不是 祝了很多的坛 对不对 记不记得亚伯拉罕 到很多的地方 他就在那里 敬拜祷告 祖坛敬拜神 但是亚伯拉罕 祖坛的时候 都是出于他自己的心意 对不对 神没有告诉他怎么做 就是他自己 有一个心 到那个他就跌跌跌 跌几块石头 就放成一座祭坛 然后就开始献祭敬拜神 那正式的献祭 正式的敬拜仪式 从谁开始 从摩西开始 OK 你如果记得 我们看到 以前我刚刚 信主的时候 睡不着 你知道我看哪里 还蛮接近的 我就看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前面很精彩啊 记得吗 哇 出红海 我这是过红海 很精彩 可是突然到一半的时候 开始无聊了 为什么 他开始讲说 怎么建会墓 然后讲的还不是一两句话讲完 讲的非常的detail 什么什么几轴 又什么什么 什么造家墓 然后跟我又什么关系啊 每次看到那里就不行了 每次读圣经读到那里就不行了 可是你知道 整个圣经在出埃及记 25章到27章 记载的是 怎么样建立会墓 接下来他也讲到说 祭司要穿什么衣服 记得吗 OK 就是整个记载 28章29章 讲记载 记司所穿的衣服 一层一层的讲得很清楚 仪式等等 然后你知道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出埃及记》第19章 第5节到第6节的时候 讲到说 神当摩西把 以色列的百姓 带出埃及的时候 带出埃及的时候 神很清楚的跟摩西讲说 Go tell Israelites 去跟以色列的百姓讲说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属乎我的 第6节讲到说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成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你要去告诉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前面这三节 不断地在重复这个概念 神把以色列百姓救赎出来 不是因为他们很可怜 神把以色列百姓救赎出来 或者是神来拣选这一个族类 并不是因为他们很特别 神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祭司的目的就是要敬拜神 祭司的目的就是带领 自己敬拜神之外 要带领百姓来敬拜神 OK 那你知道 我们也讲到 讲到说 当神呼召他们成为一个 祭司的国度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神做什么 岂是他们怎么建一个会幕 OK 神说你要为我造圣所 OK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 所以当神说 祂要在 我们从神的居所 第一节就开始讲 神要制造一个会幕的目的是什么 祂想要住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 OK 接下来呢 祂就讲说 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 都要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OK 同意吗 但是我有问题 就是神说 你要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来制造这个帐幕 并且其中一切的器具 那我就有个问题了 什么意思叫做 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我想呢 有两个可能性 OK 你如果有第三个可能性 你可以告诉我 两个可能性 神怎么告诉摩西说 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第一个可能性是 神借着一个异象 或者是一个异梦 把那个帐幕的样式 启示给摩西看 摩西说 原来是 借着这个启示 摩西个先知 所以借着这个启示 神说 按照你所启示我的样式 我来建造一个帐幕 这个是第一种可能 同意吗 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 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第二种可能性是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地方 叫做帐幕 然后神把摩西 带到那里去 然后跟他说 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回去造一个帐幕 你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性 我可以想到 就是这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 神借着启示 借着异象 借着异梦 来启示给摩西看 启示完之后 神跟他说 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造一个帐幕 第二个可能性是 神把他带到一个地方 说这个地方叫做帐幕 你就按这个样子造一个 你觉得是一 还是二 一是 一的举手 神给他一个异象 或者是一个异梦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叫做帐幕 然后看完之后 回去 按照我所指示的样式 二的举手 少数 可能你们猜错了耶 如果一的时候 很简单 我们就可以下课了 可是二的时候 你就要交代一个问题 二的时候 神说 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回去造一个帐幕 如果是二的话 表示有一个地方 真的叫做什么 帐幕 神要带摩西去看一圈之后 然后说 你回去 为我造一个帐幕 get it 你知道 假设 我们现在 又慢慢地 来找这个答案 如果 真的有一个地方 叫做帐幕 那个东西 或者那个帐幕 应该在哪里 你觉得应该在哪里 真的在那里吗 天上有什么东西 你知道我 我非常shockingly 非常非常shockingly的 认识一件事实 你知道 基督徒啊 我也是一个 念过神学院的人 你知道我们 对天很不熟耶 可是我们 那是我们 敬拜的一个中心点 你知道吗 可是我们 想到天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是一个 虚无缥缈 以后到天上去 就是坐着一朵云 每一人一朵 可能闪过的时候 可以high five一下 每个人都在云上面 做什么 谈着竖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那个image 是从哪里来的 你诚实说 你是不是一直这样想 我是一直这样想 以前我就 我念过神学院之后 我还一直觉得说 以后到天上去 就是永永远远 在那里 与主 过着 幸福无比的日子 就是那里敬拜 就是在云上面 飘来飘去 在敬拜 你知道 你知道天上 真的有一座城 reality 不是虚幻的 天上或许是在一个 不同的空间里面 可是天上真的有一座城 然后城里面真的有东西的 因为圣经讲的 我们一起来看 奇事录第21章 你知道我曾经读到这节经文 说我很紧张 你知道为什么吗 第一节希望说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 已经过去了 下一节说什么 海也不再有了 我第一个想法 那海鲜怎么办 以后就没海鲜吃了 OK 接下来他讲到说 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装饰整集 等候丈夫 换句话说 真的有一座城 OK 真的有一座城 我今天不研究这座城 然后第三节讲到说 我又听见大声音 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 什么 神的帐幕 在人间 换句话说 原本这个帐幕 应该在哪里 在天上 看到苗头了吗 天上 好像真的有一个地方 叫做帐幕 OK 接下来你知道 我们而且 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 希伯来书11章里面 第10节讲到说 因为他等候那座 有根 有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 所建造的 然后第16节讲到说 他们却羡慕一个 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 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此 因为 他已经给他们 预备了一座城 OK 你知道 其实整个 我们在 整个圣经里面 很多很多的地方 其实天上 我们所敬拜的时候 我刚刚为什么 故意问你这个问题 好像我们敬拜的时候 是在 好像在 raise our hands to heaven 好像我们是在 向天上的那一位 那一位神敬拜 好像我们祷告的时候 在向天上的那一位神祷告 所以你知道 天上很重要 好像你知道 圣经里面 有很多个地方 尤其在诗篇里 旧约里面 有十几处的圣经 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字 叫做 sanctuary 圣所 圣所是什么 神所在的地方 神掌权的地方 你举手祷告的目标啊 你不是对着空气祷告 你祷告是有目标的 是向着圣所 坐在圣所里面 那一位祷告的 可是我们跟他不大熟 跟这个圣所 好像不大熟 你知道 我刚刚讲说 旧约里面 就有几十处的圣经 讲到有一个圣所 这个圣所不是指的在地上的 不是指的temple 不是指的 会幕或者是圣殿的这个圣所 指的是天上的圣所 我就记得有一首歌 有一个诗篇讲到说 神的仆人 圣地仆人 当赞美主 夜间站在圣地殿中 然后呢 当向圣所举其双手 所以你知道很多的 我只是突然想到那个 你知道很多的圣经的经文里面 提到说 我们要向圣所来举手 我们向圣所来呼求 讲到的这个字呢 好像就是一个complex 是一个实质存在的 这个字在旧约里面被提 在圣经里面 旧约里面被提到80次 有23次被翻译为nave nave的意思就是 一个central part of a church building 或者是palace 就是好像如果是 从一个 一个 怎么讲 一个central part 一个中心点 在一个building里面的 一个中心点 OK 或者是政治中心 这样讲好了 台湾的 最高的这个 这个政治中心叫做什么 总统府 所以这个字 nave这个字 如果apply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什么 总统府 中国的话叫做什么 你们可能不大熟 但是我知道 听说叫做中南海 中南海就是整个政治中心 整个政治的 这个掌权的中心 叫做中南海 美国叫做什么 白宫 OK 所以你知道 所以那个表示 是一个政权 它掌权 发出它的命令的所在 它的掌权 政权的所在 OK 所以你知道 就是皇宫的 这个君王居住的地方 所以圣所是一个 真实实质可在的地方 所以你知道 很有意思 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话 刚刚在25章 我们所念的 一开始念的是两个经文 它说 又当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 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 都要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有没有开始 有一点苗头了 他说 又当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 然后一切的东西 都要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去做 不是按照 不是你在你们当中 找一个最棒的设计师 不是 Everything According 完完全全的按照 神所指示的样式去做 所以 讲穿了 地上的会幕 其实就是天上的帐幕的什么 复制品 Get it? 为什么叫做玩乐高 乐高堆出来的东西 我知道那个San Diego 有个乐高 乐高公园 Lego的这个Park 我没有去过 但是听说他们用乐高 这个建出了什么 金门大桥啊 还有这个 就是很多的Landmark 很多地的那种 地标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 他其实用乐高拼凑出来 照的跟原物怎么样 仿制品 讲穿了是一个仿制品 讲穿了是一个复制品 OK 所以 如果 地上的敬拜 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敬拜 是天上的一个复制品的话 你知道 其实有几个方面的一个复制 第一个是 结构上的复制 看见了吧 他说 你要在地上 为我造一个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 Everything According to what I've shown you 每个 所造的东西 会幕 帐幕 还有里面所有的器具 都要按照我所指示你的 OK 第一个是结构上的复制 第二个呢 是形式上的复制 OK 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呢 从纵观来看 OK 如果从 我们讲到说 启示录的敬拜 谢谢师母今天 所带来很多的经文 念出很多的经文 讲到说 你知道敬拜的仪式 你如果仔细去观察 在天上的敬拜 我们今天 有看见 前一节的时候 有看见这个 我讲的 我很喜欢看这个 Musical Broadway Musical 他们很多的这个 这个结构 除了结构之外 就是形式的复制 敬拜呢 如果在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 有三个 不同的 就是 component 就是 成分 OK 有三个不同的成分 第一个 天上的敬拜 是一个 Prayerful 是一个祷告 一边祷告 因为我们想到 敬拜的时候 就是什么 唱歌 弹吉他 或者是弹琴 OK 可是天上的敬拜 如果你仔细去看的时候 It's a prayerful 好像一边在祷告 一边又唱出来 OK 另外一个是 Antiphonal 就是Antiphonal的意思 就是交互轮唱 不是大家都唱一样的 每一句都唱一样的 交互轮唱就是 就是交互轮唱 我不知道什么解释 交互轮唱就是 我唱一句 你跟着再下一句 Maybe我们 等一下可以 其他demonstration 交互轮唱就是 我不是大合唱 我不是一直唱一样的 就是那个先知性的歌唱 i heart的这个 The prayer room 你就是看到 很多这个singer singer就是这个 Prophetic singer 就是先知性的歌者 站在那里的时候 会有一个时段 他们就会交互轮唱 交互轮唱 他里面有感动 他就唱出来 都是没有预习过的 就是突然间的感动 给了一句话 他就宣告出来 所以他们就是有 很多的交互轮唱 The third one 第三个一定是musical 因为他们是唱出来的 是有音乐性的 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 神呢 你知道 神其实非常非常的想要来地上与人居住 你看见了吗 即使是人类犯罪之后 即使是人类与神隔绝 因为罪的缘故与神隔绝之后 可是我如果从经文里面去看 If you could feel 它的 heart 你如果可以感到神的心的时候 他几乎是处心积虑的 用尽各种方式的 而且是有计划性的 一直在安排 一直在等待 一直在等待这个成就 下一步 再下一步 再下一步 几乎神好像迫不期待的 希望能够回到地上 与人居住 但是因为有罪的缘故 所以必须要以色列百姓到他的面前来 必须经过赎罪 这是为什么要献祭 经过赎罪 OK 所以你知道 If you could feel God's heart 你说可以感受到神的心的时候 他是巴不得到地上与人同住 但是来不来得了 刚刚讲的来不了 可是来不了他又很想来 所以你知道很有意思 就发生一些事情 OK 来不了又很想来 你知道我记得台湾以前 有一个综艺节目 我小时候看过的 那个综艺节目我不知道名字了 我也不记得主持人 那个就是你去寻找那个失落已久的人 然后这个主持人 就跟着这个线索去找找找找 然后他就说反走过 你们都知道 反走过必留 这叫什么 阿亮 OK 你知道 所以你知道在这个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神非常想来 来不了 可是你知道 因为全然圣洁的 全然圣洁的那一位神 有没有办法 现在跟地上有一个converge 有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除非在特殊情况 可是真的发生过 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 你知道什么叫做汉宫吗 那个电汉宫 电汉宫呢 两个铁啊 是不可能融在一起的 对不对 两个铁是互不相融的 可是电汉宫呢 就要把那个铁烧烧烧烧烧烧烧到极高的温度 就电汉宫是不是要戴一个那个面具 怕被那个 OK 所以他要把把那个铁烧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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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到极高的温度 然后把两个不可能相融的东西怎么样 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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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祭司的国度被呼召出来的时候 他几乎是怎么样 在西乃山被案例的 你知道吗 他几乎是在西乃山被案例的 你知道当他们来到 他们出了埃及 这个出埃及我就不讲 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跟法老 然后食灾结束 出了埃及然后到西乃山 你知道到西乃山的时候呢 你记不记得整个圣所的结构 那一天在西乃山 当百姓出埃及的时候 神几乎把整座西乃山的 这个setting 就把它当作好像是一个圣所 百姓要字节 可是能不能上山 不行 上山的话会被致死 OK 摸着山的都要被致死 只有谁可以上来 只有谁可以进到最内层 最上层 看见了吗 所以外面是百姓 百姓能不能上山 不能 然后而且上面 如果仔细去看 下面也预备了那个献祭的地方 所以跟整个圣殿 整个会幕的这个layout 整个怎么讲 结构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整座西乃山 当日成为一所什么 圣山 好像这是神的临时的圣所 我们如果总统到别的国家去住的时候 那个不是总统府对不对 不要到别的国家去 我们会听到新闻说 某某某某总统下他的酒店 下他的那个就是 就是好像他临时到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看那整座西乃山 好像那一天 好像是神 巴不得来 来不来得了 来不了 可是他必须来 因为他要设立这一群百姓 所以他就好像有一个 一个进到这个百姓的这个当中来 OK 然后我们如果再继续看的时候 只有摩西 我刚才说只有摩西可以 进到最山上去 我告诉你 两年前吧 因为我去过以色列很多次 所以我就觉得 我不想要去走那个景点 怎么看耶稣诞生的地方啊 很多地方我真的不想去了 所以我一个好朋友 他就帮我们组织了一个团队 我说他就带我们去西乃山 OK 带我们去西乃山的时候 我们是半夜 半夜的时候到西乃山的 然后我们是到的时候呢 非常的颠簸 非常非常的颠簸 然后到西乃山下的时候 应该是半夜两点或三点 整个天空是极度极度的清澈 天上的星星真的是数不清 因为没有污染 那整个沙漠里面没有污染 然后我们到的时候呢 他们是安排让贝都因人 帮我们牵骆驼 然后带着我们 半夜哦 所以我记得我是排第一个 下次冲冲冲冲去第一个 冲去第一个的时候 然后完全pitch dark 什么都看不到 突然间就有一个人排在 我就来拉着我的手 哇 然后他就 完全看不到 走走走走 可是你就听到旁边好像有一些动物的声音 骆驼 所以他就带我们到那个骆驼 就一个一个帮我们带 然后我们就带着小 那个手机的小手电筒 然后在那里就把我们放上 一个一个把我们放上骆驼 imagine在完全的pitch dark 完全的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 然后要跨上一个骆驼 然后骆驼要站起来之后 很多人尖叫 在完全看不到路的时候 然后我就走走走走 一群 我们的一个团队大概二十几个人 二十七个人我记得 慢慢地绕绕绕绕绕绕绕 天亮了 吓到我那时候终于知道为什么摩西需要 那个叫什么 约书亚 因为你知道那个爬到山上去的时候 是没有阶梯的 没有电梯的你知道吗 而且就是爬 就是真的是用爬的 后来我的一个小助理 她说 Nicole you can make it Nicole她自己 她就在旁边 Nicole you can make it 我就跟她一起 两个人就是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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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爬上去的时候刚好看到日出 你知道日出的时候啊 I was shocked 非常的震惊 你知道为什么 爬上去的时候 我看到那整座山啊 看不出来 我这照片看不出来 那一整座山啊 我知道有一些争议性 因为有些人说这个 他们认为西乃山是在阿拉伯半岛 有些人认为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我真的相信 明知这一个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整座山真的像是被烧过的 黑黑红红的 The whole mountain 整座山都是 好像就是你知道烧炭吗 吃过烤肉吗 就是烧炭石头被烧过的样子 The entire mountain 黑黑红红的 那你知道 那你知道我就想象啊 在这样子烧着火摇的一座山上 你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些 这些七十个长老 加上摩西亚伦 拿达亚比户 被呼召上山去的时候 你知道上山去的时候 然后他们竟然在山上看见什么 刚刚念的这个经文 他们二十四章讲到说 摩西第九节 摩西亚伦 拿达亚比户 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位 都上了山 第十节讲到说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 下一句他说 他脚上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 如同天色明镜 我跟你讲 圣经还有另外什么地方 形容一个东西叫做蓝宝石 记得吗 玻璃海 你记得在神的宝座前 神的宝座前有一个什么 玻璃海 你知道为什么叫玻璃海 因为我相信是当时 约翰没有形容词 你知道 我再下两个信息 会再跟你们分享 我在看到这个玻璃海的时候 very amazing 现在先不讲 先忍住 你知道 他说他脚下如同有铺平的蓝宝石 宝座的前面就是什么 玻璃海 所以换句话说 这些百姓上到山上去的时候 看见的是什么 完全就是神宝座前的景象 换句话说 那一天神的整个宝座 神的天上的景象 跟地上 我刚刚讲说 在一个极高极高的温度 两个怎么样 碰在一起了 临时总统下他的地方 OK 然后他们 他只有形容 可能神的脚很大 我不知道 他没有形容神的脸 maybe他看不到神的脸 他只有说 他只有说我们看见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 他脚下 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 你知道英文描述这一段的时候 他说 And they saw God of Israel 然后 And under his feet It was the substance of pavement of bright sapphire stone Like the very heavens in clearness 我们中文讲说 仿佛 他脚下仿佛 你是说看起来很像 不一定是 懂我意思吗 可是你如果从英文来看的时候 他意思就是说 他的under his feet 他的脚下 was the substance 就是那个实质 你懂我意思吗 他不是说 那个感觉很像而已 他说 他脚下的那个substance of the pavement of bright sapphire stone 就是什么 就是平铺的蓝宝石 Like the very clearness the very heavens in clearness 就像整个天 整个天就在你的眼前 是如此的清静 如此的明亮 我知道那些百姓 不是百姓 我知道那74位长老 祭司 他们看见什么 我相信那一天 西乃山成为一个 一个conversion point 一个天与地 支支支支连在一起的 那个conversion point 只是临时的 他临时总统下他的地方 OK 后来又就回去了 too bad OK 回去你知道 然后你接下来看到 24章的最后一节讲到说 然后只有谁能够 进到最上面去 摩西 他在那里多久 你觉得他去度假吗 I believe 我相信摩西在那里 直直细细的看到 天上的每一个景象 同意吗 所以当他回去之后 神跟他说 要按照 你要为我照 在地上造一个圣所 造一个会幕 是按照在山上 所指示你的样式 Agree 所以你觉得摩西 有没有看到实体 不是只是意象中的 不是只是做一个梦 神提示给他一个梦 我相信摩西在四十周夜 直直细细的 为什么能够写得这么仔细 几轴几轴 你知道吗 最后我们如果看见 在刚刚念的那个 启示录讲到 神的帐幕最后要怎么样 讲到人间 天上真的有一个帐幕 如果天上真的有一个帐幕 那个帐幕应该是什么 神的居所 神的圣所 神掌权的地方 是我们所有的祷告 应该到达的地方 You have to know it 那个是地上 我们所有的众望所归之处 你知道吗 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你知道 当他讲说 这个圣所 你在地上为我造一个圣所 你知道我看见的是什么事情吗 我看见的是一位 几乎是四爱成病的神 即使是在众百姓的叛逆 众百姓的罪恶当中 他好像用尽 用尽所有的办法 无所不用其极的 来计划策略 不断的计划策略 一步一步的 把这些百姓 百姓带到他的面前 又想尽办法 把这些百姓带到他的面前 来遵照他的法则 为的是什么 所以他可以 住在他的百姓当中 你知道 神的所要 神的所要 是要居住在他的百姓当中 你知道 我就继续看了 我就看到神 好像不断的 在整个 整个 整个 他的计划里面 所以我现在再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看回所谓敬拜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摩西所开始的敬拜 是地上正式设立敬拜的开始 同意吧 正式献祭仪式的开始 亚伯拉罕也有敬拜 亚伯拉罕也足坛 但是神有没有启示 他说 一二三照这样做 没有 他爱怎么做怎么做 捡几块石头就开始烧了 OK 开始献祭了 可是正式敬拜的仪式 是从摩西开始 那我再问你一件事情 如果是如此的话 你看到敬拜 设立这个敬拜的地点的原意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神说 我需要你进入一个水流来敬拜我 It's not about us 不是关乎你能带给他什么 不是关乎你能敬拜他什么 不是关乎你能做什么来荣耀他 It's not about us 跟我们没有关系 你知道敬拜的真正的原意 是天上那一位似爱成病的神 巴不得要住在他的百姓当中 所以他必须要经过 让他的百姓经过这些圣洁的仪式 经过献祭的仪式 经过赎罪的仪式 所以巴不得 巴不得 每一个角度 每一个他的这个计划过程里面 都是因为神想要住在 以色列百姓当中 我们今天 我们是不是上一节 我有点忘记 我们是不是上一节 看到以西节书 以西节书三十七 忘记哪一章 以西节书是不是 我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讲说 从耶和华的荣光 怎么样 从东而来 记得吗 我们是不是有看那一节 OK 耶和华的荣光 从东而来 从东门照进来 不料 他说不料 整个圣殿怎么样 充满神的荣光 所以你知道 我们如果 仔细去看神的作为的时候 你知道 神 不断地想要在百姓当中 不断地想要住在他的百姓当中 所以你知道 我好像看到 敬拜的原意 并不是我们能够 bring anything to God 敬拜的原意 是因为那一位 施爱成病的神 巴不得与他的百姓同住 所以他要带领百姓 进入这个洁净的过程 所以经过这个洁净的过程 他可以在至圣所里面 他可以在至圣所里面 与他的百姓相遇 你知道 所以再一次说 什么是敬拜 它不关乎我们 敬拜 讲穿的是天上的样式 到地上来 伴加加酒 神借着我们在地上 复制一个 看起来很像的一个地方 其实因为他要在地上 寻找一个可安歇之处 他巴不得 来与人同住 你知道 今天我们知道 我们不需要再像 古时候的这些祭司 今天 神已经在全地 今天我们所看见的 从马拉基书一章十一节 今天我们给你们看到 195个国家 已经有189个国家 有祷告殿 而且有很多 我相信另外的那六个国家 我相信一定有基督徒 我相信一定有教会 那个教会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 这些建筑物 你知道全地 从日出之地 从日出之处 直到日落之地 全地 我相信已经有人 在烧香献捷径的公务 你知道如果全地 开始起来 烧香献捷径的公务 一处 一处的敬拜的地方 你知道 John Piper有一句话 我知道说大家 现在的教会的 很重要的观念 想要传福音 完成大使命 你知道传福音 Mission Mission exists John Piper讲说 Mission exists 宣教是之所以存在 Because worship doesn't 因为敬拜还没有 你知道吗 如果那一地已经在敬拜了 你还要不要去宣教 如果那个城市 那个国家 已经起来敬拜上帝了 你还要不要去宣教 You don't have to So mission exists 宣教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 Worship doesn't 因为那个地 还没有起来敬拜神 可是你想象 如果这个地 起来敬拜神 如果那个地 起来敬拜神 你所住的社区 起来敬拜神 你所住的 你所住的城市 起来敬拜神 你所住的国家 起来敬拜神 地要因此发光 你可以想象 地要因此发光 并且全地 要开始怎么样 烧香 献捷径的贡物 在地上为神 预备祂的拘束 I imagine 这个完全是 我的想象力 你知道 我们现在所烧 我们的烧香 不是在去献祭 你知道耶稣 基督已经来了 希伯来书第九章讲到说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 做了将来美式的大祭司 经过那更大 更全备的帐幕 不是人手所造的 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并且不用山羊 和牛肚的血 乃是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的赎罪的事 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三节 讲到说 照着天上的样式 做的物件 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 但那天上的本物 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 因为基督并不是 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 乃是进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 显现在神面前 你知道 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 所成就的这个事情 所以今天 马拉基书所说的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各处要有人奉祂的名 烧香献捷径的公务 指的是什么 是不是你去烧香 是不是杀牛宅羊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一切 刚刚讲那个祭物 你知道 当我们全地开始起来 敬拜 祷告 归荣耀给神的时候 我并想 你知道 我看见 当祷告殿 在各处 当祷告的祭坛 当教会起来祷告 这样一处一处的祭坛 被设立起来的时候 全地 要来fulfill 要来成就马拉基书 一章十一节 接下来你知道 我就想象 你知道我在讲 讲雅各的时候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你知道 耶稣讲说 他再来的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只有谁知道 只有父知道 因为在犹太的习俗里面 经过那个betrothal 经过那个订婚 两个人要分开 各自去预备 然后那个男子 要去建房子 建建建 男子要赶快回来 对不对 因为赶快回来娶太太 可是 不行 那个拉比 你建的房子不够大 要再建他一点 OK 所以真正有权利决定 必须要经过拉比的考验 最后有决定权的是谁 爸爸 最后有决定权 说好了 时候到了 儿子可以去娶了 是谁 是爸爸 I imagine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献上的 成就了这个婚约 我今天不讲雅各 但是你知道 他成就了这个婚约 他一次献上 永远献上 他把他自己的身体掰开 把他的血为我们流 就是为了要迎娶 幕后的这个心腹 用他的水跟道 将这个心腹 不断地用水跟道 捷进自己 当地上一处一处的 敬拜祷告 祭坛被胜利起来的时候 I imagine 会到有一天 阿爸突然间会跟 他的儿子说 儿子 Look at the earth 看看全地 因为这一群 被赎的百姓 这一群认识救恩的百姓 这一群里面的荣光 被恢复的百姓 在全地 因着你的名 在那里为你预备居所 在台湾 在香港 马来西亚 在中亚 在中东 在全地 为你预备居所 儿子 It's time 你回去的时候到了 It's time for you to go back 你是时候到了 Go back 回去 迎娶你的幸福 你知道我们会看见 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最后我们会看见 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 第三到五节 讲到说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哪 神的账目在人间 祂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祂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哭嚎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做宝座的说 看哪 我将这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 你要写上 因这些话 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相信 马拉基书一章十一节 从日出之处 到日落之地 在外邦中 必有人烧香 现捷径的贡物 来尊耶和华为大 主叫我们全新的来投入 主叫我们全新的来参与 主叫我们全新的来回应 你对这全地的呼召 主用各样的方式 就站在我们的位置上 主或许有一些是 是安娜 有些是亚娜 主或许有一些是 Cyrus 或许有一些是 古猎王 他必须要来成就 你要来支持这些 敬拜祷告的运动 能够真实的成就 在全地的 主让我们每一个人 站在这个位置上 来成就 你要在这世代 所成就的 阿爸我向你祷告 将你的心跳给我们 阿爸我向你祷告 将你对我们的情感 再一次的开启 我们所认识的神 不是只是 远远坐在宝座上 一个不可亲近的神 那一位神呢 是巴不得来与人同住的 那一位神 是一位四爱成病 巴不得处心积虑的 想要回到地上 与人同住的 那一位神是教导 我们用祷告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的神 好不好 我邀请你自己 来跟神回应 让那位为你的信心 创始成终的人 耶稣基督 深深地进到你的里面来 让你真实地明白 祂的爱是何等的 祂的强阔高深 It's more than a religion 不再只是一个宗教 不再只是一个教条 是一位四爱成病的神 巴不得让你明白祂的心 好叫你与祂同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